今次這場賽事的出馬數目就完全一樣 又多四隻了 十四隻 大家都看到剛才十匹馬影響沒那麼大 但十四隻的話 起步之後百多米就要搶位的話 外檔的不多不少都會差一點 可能因此要被迫留在比如期較後的位置 希望去到對面直路 經過大約五百米直路之後 入彎不會被人頂出外檔 入到最後直路大約四百米左右就鬥後驚 好,那看回S1第五場 這場奧門打比預賽的排位 1號大舊羽騎斯馬雅 2號珍珠勁王騎斯史文樂 3號大型躍衝騎斯史惠恩 4號有趣愉快騎斯何華倫 5號秋雲騎斯余建雄 6號冬雪騎斯高君濤 7號牛壁大帝騎斯莫雷拉 8號華華之聲騎斯奧查魯 9號江山紫城初出馬騎斯艾琴斯 10號興雷騎斯 10號查魯斯 11號聯安之聲騎斯卡爾德 12號黃庭之寶騎斯李寶利 13號春雷騎斯林凱 14號江山玉龍騎斯任暴利 這場也有1匹錯出馬 9號江山紫城 3級再準備 準備 準備 快點手吧 這場應該都出齊了 前面快一點點 冬雪出得快點 內蕩那邊大雨都快 外蕩搶來牛壁大帝 內蕩那邊才是黃庭之寶搶位 中間還有聯安之星 外蕩搶去的馬大型躍衝 外面還有華華之星 然後那一陣子才看到內蕩那邊還有抽雲貼欄 黃庭之寶總算擺穩定位置 然後還有輕雷 在前面第一批日本的珍珠敬王 其實在第五六位左右 在後面那一陣子才看到紅衣 有趣愉快,輕雷的打得比較厚 暫時是春雷 跑了大約八百米圖程度 前面戴著頭 這時候搶了上來是江山肉龍 捕著第位大舊魚貼欄第三 珍珠敬王一對面在前面 牛壁大帝要走三碟 然後還有冬雪 後些堆位置還有聯安之星 拍著江山此盛 後些堆在外蕩位置大型躍衝 然後還有黃庭之寶 埋欄那邊還有抽雲 然後才看到春雷上了一些 在後面墮上去變成華華之星 暫時墮得比較厚 入隊後直樓的時候 前面大大廈都不見到一隻 大舊魚在內蕩自己也走上來 挑戰他 珍珠敬王一對面出來先 在後面上來的馬 中間上來就是冬雪 外蕩上來就是江山紫城 大個當沙上來就是黃庭之寶 然後百多米後前面 越走越順 珍珠敬王賢贏這場賽事 大舊魚在外面上來的馬 衝得很厲害 就是春雷 結果珍珠敬王贏了 第二名上來應該是春雷 三四名就有很多馬 但拉遠鏡頭看了 都要先看看是甚麼馬 結果珍珠敬王沒錯 他就贏了 不過第二是否卡住了 好像是春雷上來 同彩衣三隻竟然是春雷上來 是不是春雷上來 都要先看清楚 第一肯定是珍珠敬王 第二 是在外面上來的 應該是春雷上來的 沒錯 第三應該還是大舊魚的 第三應該還是大舊魚的 第四呢 第四應該還是江山紫城 應該還是 看來是 那隻黃庭之寶 那隻黃庭之寶 就不夠別人的那隻春雷 後勁 一支 以為那時候很厲害 衝的時候 其實你拿去沒錯 衝不到 大家再看一次 結果那隻春雷在哪裏走上來 現在外面第二隻戴紅眼罩 對嗎 他跟那隻有趣愉快一起衝 但是 打下去厲害很多 你看這裡都差 五六個馬位 看來八九魚就不到 千五真的不到 其實已經任過了 那馬雅會不會選錯馬呢 那你如果這場打比賽可以這樣贏 你又跑過千八 你打比大賽的機會都大了 第三看來還是內蕩 大舊魚頂到的 第四才是江山紫城 江山紫城是第一次出賽的 很厲害 對 都OK 你看他的市集 又慢集又一般 這樣還可以 結果第二就要 其實Andrew你都選了其中一隻 當一齊行不行 我也想 三選一 三選一 選錯了 選錯了 錯了是沒有的 對不起 其實有趣愉快也挺失望 不是很衝 他不是很衝 如果對比一隻春旅 就衝得不太好 但是你說他很壞又不是 因為他都走得挺蝕的 你看看他 沿途外諜 對 一直在外諜 他都蝕的 不是太好處境 然後 入彎 直到都 嘩 你看看他去哪裏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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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還有 這麼多位 還有 暫定的名次 看來 2號 13號 1號 9號 澳門打比預賽 的 暫定賽果 將會來了 到閃文樂 爽 爽 巴西3號 全部有進帳 前列騎士爭 何牙倫 未贏 看看有沒有機會贏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尾場 爽 要等到波爾卡場 奔臣 奔臣 膽就容易了 不過腳是比較難 很多馬 還未了解他的底去到多少 原來有隻突然後勁這麼厲害 這個春雷 你唯一說春雷的優點是 十四當日當然不是 林凱和他贏過馬 今季 但你也要救這些跑才行 他輸過比你有趣愉快 今季 你一對比相差這麼遠的衝下去 跑第三名就是一號馬大舊雨 位置派了十五元 跑第四名就是九號江山紫城 連人位二答十三派720元 三場才可以順序 二號十三號一號派4879元 單天一號二號十三號派779元 位置Q二答十三派223元 一答二派20個半 一答十三派321個半 四連環一號二號九號十三號派6932元 四重彩順序 二號十三號一號九號派110333元 是詞報區